好,各位在場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哲學士記錄》 然後我們哲學星座這個講說 每個禮拜五都一定會在這邊辦一些關於社會議題的討論 然後這個禮拜五我們討論的是 願離反風車的議題 大家知道就是 之前反和其實非常的 就是全民都在反和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討論反風車的議題 到底這個再生的 反風車的議題是 我們今天想說 除了核能之外 接下來的能源 我覺得它是綠能嗎 或是再生能源 但是風車這個事情 乍聽之下好像是一個非常好的能源 或是非常好的發電方式 那為什麼願離的在地人不斷的群起反應 到底它背後是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待會兒再講題 從大家可以聽一下 在地人怎麼說 以及去深遠的學生 你們怎麼看這樣的事件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 就是反風車的議題 在社會上討論 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 他們有在在地開電視討論會 然後閒調會 那是失敗之後 4月就開始 上來台北 夜宿啊 絕食啊 抗議等等的行動 那其實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然後現在 反風車就是在地的 院裡的 就是鄉親們 還在在地去做一些抗爭 希望風車不要暈戰 那我覺得風車店的事情 大家是紮實一下 是一個很好的戴生的議題 那今天我們要反一個風車 我們就請到我們自救會的幹部 就是陳惠銘女士 以及生育的學生李靜 來我們講 那我現在要先掌聲 歡迎陳惠銘女士 來講一下反風車的一個實話 好 我歡迎你們 大家好 我是彥禮的 相信大家 然後要派名 那個 我再先簡單講 我們為什麼一開始會反風車 其實最重要就是民眾參與這個部分 那怎麼說 因為我們反風車是在去年的 9月20號 因為9月21是要收到 因為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就是叫做行銷局 那我們的後方 就是134公尺 就有要改定這風車 那我們是什麼時候才開始 就是在去年的9月21 他要舉辦一個 所謂的施工前說明會 就是所有的程序都已經跑完 他已經要進行施工 那因為我們的那個法令有規定 就是說在這一支風機裡面 250米內如果有住戶的話 他要親自送公文通知 你這個住戶 那所以等於是在 我在前一天 就是9月20號 當時就是我在那個地方工作 那也是我的家園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收到他們的經理 親自送一個公文 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所謂施工前說明會 那他是選擇在我們附近旅港的一些產品 然後就是 簡單的就是說 我的風車行程很好 那你們來參加 那其實當天就是我跟我的先生 我們一起在那個地方工作 那才真的 因為我整理從小才長大 我們從來不知道風力發電 這個大型風車要在我們這個地方行坐 是從來都不知道 就是隔天要說明會了我們才知道 那第一個 我們當天我們應該很想 我們當天就跑到 離我們院子最近的一個大獎 就是台東區的大獎 去 我大概距離大概一公里內 去踢那個風機 那我就發現 我當時的距離大概七八百 那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這個風力發電 它背後這個 我們會有這麼強大的主力 就是那個動力 就是 因為當時我的距離是七八百米 可是我已經感受到那個VP 對 因為我在鄉下的生活 我其實很感觸 我從來 我很少是頭痛的 可是 我意外的發現 欸 我頭痛了 對 然後所以 當時我就趕快跟我父親講 明天這個施工所謂的說明會 一定要去參加 所以 隔天就是我的父親 就去參加這個說明會 那我們特別來講 這個民眾餐飲 其實它非常的 就是 就是 會密開這個所謂民眾餐飲 因為隔天的那個說明會 是由我父親去參加 那當時他只控制到鄰長 他怎麼說 他在一個餐廳 所謂的說明會在餐廳 然後舉辦了兩桌 就是 開始 反送 所以 等於他還告訴鄰長說 不要叫太多了 那 其實就是 找比較同性質的 因為其實很明顯 他已經跟鄰長講好 所謂的回歸基金這個問題 然後 所以當時鄰長 真的就是 就是順從他們的力 總共 加我父親 我們民眾 我們這個本領就是 這個 就是總共有18人參加 那 當時這個會議的過程 其實 完全沒有在討論 所謂 大型公機 在這個地方 施作 你的施工前 還有施工後 還有這個 整個 整個建設上的相關問題 只討論一件事 就是 回歸基金的流向 就是 我們大型公機 我們有多少回歸 然後一個 你回歸多少錢 然後怎麼回歸 所以當時等於是都名義代表參加 正名代表或議員 然後 很多他們都參加 那所謂的民眾 總共只有18位 那大家就此次在講 我建議回歸基金怎麼流入 那所謂這個開發商 完全沒有談到 整個開發過程 這個行為 會造成環境如何的影響 我們先不談回來 就是影響 所以當時我父親他只提了一件事說 為什麼要在這麼近 就是在我們住家這麼近蓋風車 而且我們今天才知道 明天要動風才知道 那聽說會有噪音 因為畢竟只有一天 我們沒辦法收集到太多的資料 只知道 有禮品有噪音這個危害 那似乎太近了 可是他的回答只有一件事 就是 謝謝進西 那其實所謂的 施工潛收聽會 就順利的完成了 所以等於他又拿到了 所謂的合法這個過程 對 那當時就是 當時就是這個發起的 就是我的父親 因為我們開始就注意到 欸 他這樣的民眾參與 其實非常的不合理 因為這一隻風機 他所謂影響的 我們知道的所謂的 一兩公里內 都會遭受到這個造業 那為什麼只是 就真的18個人參加 就可以決定 我們這個比例好了 就是近1800多人 決定這個風機的一個命運 所以我們就開始 在網路上 找到日本所謂的風車證的一個問題 然後住此類的 然後開始就是 當時是9月21號 那在10月的時候 就成立了所謂的 遍體的風車證救會 大概是起年 就是因為我們整個鄉親 是在那一天才知道 大風機要來了 所以就是覺得 民眾參與是最嚴重的問題 是開發方有做到這個問題 好 那就是9月照這件事情 包括連組織就會了嗎 那今年就是3月 我看你們在在地開運氣 會有什麼時候 可能9月到3月之間 後來你們去 不是跟開發商嗎 或是跟政府關係做做業的東西嗎 所以在 我們要講就是 所以我們正式成立是在10 就是等於9月21到10月 我們正式成立是10月28 才正式第一次的一個抗爭行動 那你那一天成立了 願你把工科資救會 那那一天的抗爭 因為我們在附近的 就是已經有開發整地的過程 我們是大概 那一天有三四百個民眾參加 然後就是抗運行動到那個工地 以前用徒步的方式 那所以等於是說 當時我們就開始 第一階段我們是先六百 我們是這個女仙六百人連署說 我們反對這個風機在五載過境 那就開始有給相關的 我們最基層的業體政公所 兩立縣政府 排到那個經濟部的連局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時候 確實是能連局 他有注意到 可是應該 稍等一下 所以等於是說 在那個時候 能連局就是有注意到說 我們願意再反對這件事 那我們一直在講 這個開發他沒有跟我們 所謂的民眾溝通 未打共識 他不得失功 那所以 等於是說在十一月的時候 這個 十一月的時候成立是就位 對 十一、十二月就是 十一月的過程就是 不好意思喔 那我們 那我們 就是那個 十一月的過程就是說 因為在當時就是等於我們一直得不到能源局 給我們正式的回應 因為我們有六百人的連署說 一定到能源局 可是這個廠商他們還是有在做一個 施工的部分 所以等於在十一月我們有正式 就是跟能源局說 如果你再不注重這個問題 我們就是第一次 我們要試台遊覽車到能源局 那能源局其實他們是有 有第一次就覺得說 可能很少他們有這樣子 比較那麼多民眾去到現場抗議 所以他們有親自下來 下來到院裡 來了解我們院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正式的一個官員 就是能源局還有這個所謂開發商同位公司 跟我們院裡發公司 正式在11月14號有第一次成立一個協調會 那當時就是能源局有請這個開發商說 你們不足的這個民眾參與 要跟民眾達成共識這個部分 你們要加強跟民眾共同 那當時其實就是等於一個會議紀錄 可是這個開發公司呢 就是當然他在官員面前 他還是覺得說 我們會做好這件事情 可是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過程我們還是一直在 因為等於是剛開始的議題 我們的次就會在 因為我們這個院裡的年寒 兩三公里其實是四個里 那我們就開始從 一個里兩個里三個里四個里 一起在廣告更多的連署這樣子 那可是最重要就是在11月底 我們印象很深刻 當時只有在做整地的部分 然後當時這個開發商也有 有在那一次的協調會上他去講說 他去講說好 我們會好好跟自救會溝通這件事情 可是就在這個11月底 我們發現的時候就是11月30號前一周 我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類似像颱風天 然後夜黑風高 那當時我們其實 我們的自救會的一個組織 並沒有那麼強說 一個什麼巡守隊 沒有那麼的落實 所以尤其是那11月底的那一周 其實是就是都颱風天 所以等於到11月30號 好像就天氣變好 那我們去一早七年去巡守的時候 發現不得了他就是他第一期所謂 結果來到合法施工許可 第一期是六支 那發現已經有四支 完全他本來是平 就是那種平地的正 正完地的一個平地的狀態 他們就搶工 就是把四支的基座 的基組已經進場了 等於是就在這個夜黑風高的 這個一個禮拜 也不知道哪一天 他們完成的 那其實我們當然是 就是當天11月30號 我們就加強很多會議 然後也趕快發文 那就在12月4號 能源局 我們就開始又給能源局 一個壓力說 你們根本沒有誠意 在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也是搶工 然後就是執意的搶工 所以在12月4號 能源局 他們就是算 我們當時就想到 那我們 你如果不處理 我們10台油軟車 還是要上去 所以等於是12月 當時是想說12月初 然後等於12月4號的時候 能源局長官 又第二次親自下來 那他下來的那一天 剛好可能我們幸運吧 就是 這個就是 因為他基座已經進場 然後下一個工程 就是鋼筋 大批的鋼筋 要到這個基座 去綁鋼筋的一個基礎 所以剛好能源局的官員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他要來 他只是要來說服我們 不要到能源局 不要來抗議 然後剛好看到這個開發商 他們大批的鋼筋要進場 等於是有點像現場抓包 你們不是答應說要跟溝通 就是所謂溝通這件事 那親自讓那個能源局的長官看到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第二次的 正式的一個第二次協調會 那當時他們這個開發公司的一個 王副總 他們 我們就緊急招餐會議這樣子 然後他就有親自簽下說 他承認他們與我居民溝通失敗 然後沒有共識這件事 所以他親自簽下了一個 願以居民溝通 然後後續就是 願以居民溝通 然後共創雙贏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說 願暫停施工與居民溝通 共創雙贏 所以等於是說 在當時那個12月4號開始 他就是一直要跟我們進行共通 這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當時就是有到停止工程 這個部分 那可是 那當時是12月4號的事情 然後 可是一直我們對於能源局 他到底就是 那時候陸陸續續 我們一直 我剛剛講我們四個零 一直就是在做連署這個動作 那一直到一月 今年的一月初 我們整個四個零是七千多人 我們拿到了四千六百 超過百分之五十六的一個 反對大型風機 在住家附近的這個連署出場 就是過半 那我們就是在所謂的一月 那時候是我們第一次 就是到一月十六號 第一次到能源局 然後六天五夜 然後真的就是 那時候都還沒有任何的生緣團體 是我們第一次 這個次就會到台北來 然後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老人家幾乎 反正就是已經是過千歲這樣子 然後都六七十歲的老人家 就是我們真的就在能源局的樓下露宿街頭 然後總共六天五月 那其實一直等不到 最後六天 第六天等到的消息就是說 副局長下來接我們所謂的陳情書 然後還有我們連署夥伴的這個 然後當時他只有口頭允諾說 一個月內會給我們一個合理的答覆 等於我們鄉親每天遊覽車五台三台 這樣子就是來回 然後六天五夜最後的成果 就是一個口頭的允諾 我們會跟君 就是給你一個合理的答覆 就是口頭 所以等下一天是一月二十一 就等於就是我們就離開 因為我們申請入選就是六天 那其實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好大家都在想一個月嘛 一個月就是二月二十一號 然後可是這中間就是二月十號 昨天是我們的過點 那我們會再一次看到這一個開放 他很沒有誠意跟五公中這麼說 因為我記得二月九號是小停電之類的 那我們在二月六號收到他們公文 就說他要在過點前跟我們 是就會開協調會 可是大家相信 因為我們老人家就是我們鄉下地方 第一個要什麼就是要拜提供 然後什麼很多的就是過年的準備事情 所以其實只剩兩天 他說要跟我們召開 很有誠意跟我們召開 所以當時我們自救備的回復 就是說沒辦法再過年前跟你開這個會 所以他這個公司他就等於第一次 就是從十二月 就是十一月底那個夜會風高的強行動工之後 再來的第二次強行動工就是大年初九 等於初一到初八就是大家就是真的好好破裂 可是大年初九我們鄉下人都還在睡 一大早就是八九點就發現蛙土雞就進來了 這個就是所謂我們在能源局 為什麼我們會對能源局那麼氣氛 就是你老人家在那裡六天五夜的結果 他一個口頭的餘末 可是一個月頭到二月十八大年初九 他就強行動工 然後把鄉下人的美夢都就是本來就搖醒了 那當時他們的王副總在現場 他非常的氣 因為他真的覺得他不會去了解到 我們鄉下人這種草分心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為什麼這麼質疑的 然後他只是覺得我們就是會反對而反對 然後他當場就是大標罵 就是說主黨的人你們家有什麼事 我就會去給你們猜 然後就是都是針對各個攻擊 所以他那一場真的是整個就是很沒有形象的 就是說反正你們主黨的就是要去 就是很多中午此類的很不尊重在地居民的 然後他就會掉了嘛 所以整個是讓我們的鄉親更覺得說 你所謂你在官員面前 所謂要跟我們溝通這些事情 其實完全更負面的 然後所以那是第二次的一個強行動工 那再來就是二月十八的時候 我們有拿到說 好那時候就是跟他爭執了很久 那他就拿到三月三號所謂的協調會 好他就說三月三號在跟我們開協調 我想要辦個多月準備特例 可是當時我們就想說 因為這一間公司在我們過去以往 他在大獎或是後門或其他的一個開發班 覺得這間公司其實他已經沒有所謂的誠信很 所以我們當時的跟他要求就是說 三月三號的協調會我們會給你開 然後很有誠意的開 可是一定要有能源局的長官 會描曆現在我們就是每一個長官都要到場 要不然就留會 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三月三號的時候 我一開場就發現能源局長官並沒有來 所以最後是宣布留會 那之後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我們三月十一又再一次的第二次到能源局來抗議 我們申請了十八天的入圈 其實當時我們對抗議手段就是針對能源局 然後每天就是老人家五台遊覽車三台 或是最少一台這樣動用 然後當時是申請了十八天這樣子 我們只會這樣的方式就是用我們老人家 就是我們在地相親的自己的聲音 去讓看長官能不能有一點點良心 所以那時候是很累的 可是當時的三月十一 真的就是我們第一天就是五台遊覽車上來 可是那個現場他就另外一個工地 還有鋼琴車又進來了 其實真的是可以顯現他們完全是不尊重 就是完全不在乎在地居民的想法 他就是硬要施工 就是只因為他拿到所謂的合法執照 然後三月十一 好我們檔下 當天我也在唱就是我們就在鋼琴特前面 就坐了九個小時 因為相信大概一百多人都不願意走 那當時他們就是一直覺得說 反正我們已經從十二月暫時停工 到三月了 怎麼樣怎麼樣什麼之類 可是我們要談的問題 他完全都沒有正式回應 所以其實是他們有他們的主張 那我們只是很簡單就是沒有跟我們溝通 那還有太近的這個問題 可是他完全都沒有去重視 然後接下來就是三月十一 我們是成功的檔下 我們真的就是一百個鄉 就是在那個就是大太陽底下坐了九個小時 然後他最後是撤掉了 然後但是三月十五號他又到另外一個工地 然後那當天我們也是舞台 那時候上台北他想說鄉親就會很少 所以他又到另外一個工地 所以三月十五號拿到的有一個條件 因為他挖土機一直在挖 那鄉親其實很害怕很恐懼 所以當時有拿到一個協議 其實因為當時就是我們黨的任何的一個什麼 二月十八或是三月十一 我們只要回去黨的工程 他都依依強制隊去給我們提稿 所以他當時談到就是說 好那因為當時能源局其實 因為能源局下面有很多的店家銀行 其實他對我們當每長期當一號的 就是在那裡抗議 其實那間店家給能源局很大的壓力 然後能源局一直要我們撤 那我們要是至少你要尊重 你要聽到我們沿海的聲音 可是能源局還是不便利 所以當時等於是說三月十五 他們拿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十八天 三月十一到三月二十七 可是那天才三月十五能源局就受不了 等於英華會他們可能也是跟能源局配合 耍一個音招 他就辭醒起來動作 他要請我們 好我不動作可以 那我撤場 就是他撤場 可是我們能源局 我們要停止所有能源局接下來的活動 然後什麼帳篷所有的都要拆回去 那上面版就是三月十九 是我最後一次的協調會 那其實三月十九的一個協調會是這樣 他就因為我們第一期有六支 他指 他我們要談的所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就是其實從不會看環評書 然後就是從 就是那一兩個禮拜內 其實就是 就是從不懂環評書 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後要去看 然後每天就是看 然後沒什麼睡覺 要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發現其實 在整個五六年來的一個開發 環評的開發棍 其實很多委員已經都在告訴他們 真的這個風機距離 才很近 你們到底有沒有做民眾參與這個部分 然後他有回答說 只要過了 我們就會謊揚民眾 我們會好好做民眾參與 可是其實他們都沒有做 對 那其實所以在三月十九的協調會 我們舉證了很多 你的施工前 你的施工說明會也好 或是工廳會 或是很多的民眾參與 這部分 你沒有做到的部分 請一定要講清楚 可是其實 講不到第二個議題的時候 他們的王副總就又發表了 就說 反正 我就是合法施工施工序 你任何我環評上面 有做到的部分 你們就去提告 我就是要進場施工 當時也有很多媒體 可是他又 他又本性又露出來了 然後就是說 反正你就是提告 我就是要進場施工 那他當時 我們會議是從兩點到六點 他只是釋出一個條件 他說 因為我們一起有六支 他就說 我們其中有兩支 22、23號的風景 我可以不做 我今天德國 給我最大最大的誠意 跟你們溝通 就是我已經退讓兩支了 我這兩支不做 那我們談的 所有的 你們做到的 民眾參與也好 或是說 我們的任務 你有違法 你可以一說清楚 然後或是聚集這件事情 他的回答永遠就是 我的最大誠意 就是兩支不做 那你們停止抗爭 要嘛 我就全部都要做 所以這個就是從 三月十九的最後一次協調 那接下來就是 當然又協調不成 然後一直到四月這樣子 好 就是謝謝陳薇敏女士 跟我們講解 就是從去年九月到現在 其實我們會看到 就英華會公司斷了 強制施工 然後 北上抗爭不消的情況下 就是 他們 鄉親門一北上 就開始施工 一北上就開始施工 一個情況 然後所以鄉親就會 又選擇再回去 院裡去送物 就是不要讓 就是公司 蓋那個工程 然後公司一開始 取得那個合法過程中 也是有問題的嘛 就是開個兩桌辦公 然後叫大家來的時候 我們談好 我們會進 然後就可以蓋了 所以當這個合法有問題的時候 公司又怎麼可以 繼續談做我們的一方式工 當然除了程序有問題之外 接下來想要談一談說 好 那除了程序上有問題 談到程序合法之後 這些 封車就可以繼續蓋了嗎 我想接下來就請林靜豪同學 講一下說 封車 在月裡 為什麼發生那麼大的爭議 其中有什麼原因 我們就請 您先幫他組長 好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再次就會幫我 升院的學生 我叫林靜豪 好 那可以幫我拍一下這個 好 那我就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 為何月底要在封車 大家都自動引入一下 好嗎 就是內容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手上的手冊 這樣 那 就是手冊 但是別人都還沒有拿到的話 可以在這邊拿一下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 封車 為什麼要反對 在月底這地方設置封車 那封車 雖然是一個好的 一個再生能源的 一個發電的設備 但是它 如果變成太晶 會造成什麼問題 好 那個 下一個 好 那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這是 在月底它的整個 風車設置計畫 就是原本的這個規劃 那 大家看到就是說 整個 就是整個 院里的海岸 它有四個里 院港里 西平里 海岸里 跟法比里 那整個海岸線它大概只有2點多公里 那不到3公里的距離裡面 然後 它總共目前 它 它之前申請 總共申請通過 有14支的風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 在左上角這邊 這個 這個圖是一個古老王記者的座 那 在左上角這個圖 我們剛剛說 就是在苗栗海岸 有四個 有四個鄉鎮 那其他的 就是 像竹南鎮 它是12公里 蓋9支 然後後龍 21公里蓋21支 通向15公里蓋15支 然後院里是 2點多公里 也要蓋14支 那就是說 它的整個密度 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 這樣子的結果 就是說 它一定會產生很多問題 就是說你 風車跟風車之間 一定會到 蓋得非常密集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一定都會有損壞的風險 那比如說核電廠的風險就是說 它如果發生故障或怎麼樣 那就會發生很大嚴重的核災 那風車的話 它是不會發生像核災這樣的情形 但是風車大家知道就是 風車就是有三個葉片 這種大型風車它是有三個葉片 非常巨大的葉片 然後透過這個葉片的旋轉 然後來發電這樣子 那就是說那風車的危險就在於說 它一旦它產生故障的話 它這個葉片 因為它這個葉片是有可能會產生脫落的狀況 那如果它的馬達故障的話 那它有可能會爆炸 那爆炸的結果就是 它的葉片會脫落 那這個葉片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看到這個葉片長是35公尺 這樣龐大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這個照片是在2008年的時候 那也是同樣一家公司 因華威 它在後隆蓋的一個風力發電機 然後有一天晚上 它就突然有一支葉片掉落下來 掉落在一個農地上面 然後就是 當時就造成了附近的人覺得非常恐怖 就是 它們的形容是好像 好像發生空難一樣 有一個35公尺大的東西 這樣墜落在它們的田裡 那這個是另外 這是在同一年 2008年年底的時候 那這支是台電蓋的風機 那這個 這個就更誇張 就是它是在那個 在颱風來的時候 然後 呃 就是說它不提颱風 然後瞬間倒塌 那就是它這裡不是只葉片掉下來 它是整支斷掉 然後 然後它的 它的中間都斷了 然後葉片也到處散播 這樣子 好 下一個 好 那個可以放開三對影片嗎 沒有它是在外面 港城島 後車 毀滅順著 毀滅順著 要久了 這個是 這個影片 9分20 9分20 大家不知道放在這裏面是在塔麥 在一個地方 就是塔麥的風機 塔麥也是 在路上的過程 塔麥的路上 然後 你知道 就是 爆炸線 9分20 9分20 爆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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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日期 Sailor, after a long five year recovery, iqué як익 decides that 11 rural speed record is enough. Across the Danish countryside, win hills stretch high above the tree line, gracefully harnessing Denmark's most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 But when the Gulf Stream winds start to rage, these gentle Giants can be pushed to the break-in point. Early in the morning, zona residents notice a rogue wind wind pool spinning out of control. 警察的警察 警察的警察 没有是完美的解决 这次,没关系 A second look shows the centrifugal force shattering one of the blades. Rotaries that have been thrown out of balance explodes into pieces. Jagged metal and fiberglass rain across the countryside, covering an area of over a half mine. Residents are grateful that no one is hurt.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that a faulty braking system allowed the gusting winds to spin the turbine more than five times faster than it could safely operate. The collapse is a reminder that even a man-made machine can be pushed beyond its limits by mother nature. The speed 130 Hercules has been... Investigators were there for many other impact. Investigators have a rare loss of gas, Investigators used toрип Bread and By Merely's Investigators are even more dangerous and dangerous. 然後讓這個風車它的碎片散落到各個地方去 這個風車它的材質都是一些非常堅硬的鋼鐵 它的葉片是用玻璃纖維做的 所以說一旦這個葉片用這種爆炸速度 爆炸到旁邊去的時候 在附近的民宅或在附近的一定會受到非常大的風險 然後就是說那個風車它就是有這種危險 那其實這種危險就像核災一樣 它就是說它是一直存在的一個風險 就算你再怎樣的強調說 比如說你用的工程的技術是怎麼樣安全 那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你有什麼樣的國際規格的保障 可是沒有人能夠保證它不會發生意外 那所以說就是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那能夠保障人民的這個生命安全的方法 就是說你要在它爆炸可能會波及到的距離之外 那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大麥它的例子裡面 它的碎片最遠的是有到 它說有那個就是爆炸到半底之外 那半底就已經有大概是800公尺左右這麼遠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越南的情況 其實大部分的風機距離民宅平均大概就是兩三百公尺 那最近的甚至只有100多公尺 那100多公尺的話 就是說如果整架風機它的高度大概是110幾公尺 那就是說它甚至是只有超過它風機的高度 根本就只有超過它風機的高度本身而已 所以一旦爆炸的話 那絕對在附近的民宅絕對是不會被這個爆炸的這個風機波及到的這樣 那再來就是講到說 在這個英華圍 那他們在通宵院裡 苗栗這一代他們的公司叫通圍 那他們自己環平坦白說出於別人提到說 風機的設置要離建物比較遠 那風機和風機之間 那個垂直和赤平坡垂直方向的距離要有三倍焰片 那和赤平坡平均方向的距離要有五倍焰片的時徑的距離 那就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說法這樣子 好 下一層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大概的那個在遠離現在風機它那個分布的狀況 那就是這樣的密集 那這個圈圈大概是剛剛他們提出來的主張 好像 然後我們可以一隻一隻比較仔細來看 那像這一隻是在那個 遠離它靠通宵附近有一個海港 叫做遠港漁港 那像這一隻它的它的這個 就是環桌室裡面自己提到的安全範圍裡面 然後就包括了整個漁港 那包括漁會大樓 那漁港附近的一些建築 那甚至還有包括這個旁邊這條路是 就是台六十一線快速道路 通通都在它自己講的這個範圍之內 那這個範圍只是這個比較窄的部分 這圈圈圈比較窄的部分是兩百一十公尺 那比較寬的這個部分是三百五十公尺 所以說就是一旦產生意外的話 那這個這附近的地方都非常有可能會波及到 那下一層 那這個是 這是一個是東北季宮跟西南季宮 好 再來另外這兩隻風車 也可以看到說就是 像上面那一隻二十之二的話 那我們看到它這個距離裡面 就是包含了非常多的民宅 這個白色的部分都是民宅 那剛剛那個混民他們 他提到這星雕區 就是距離這個二十之二非常的近 就只有一百三幾公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距離非常的近 星雕區就是紅色的民宅 那下面的這個二十二號 那它也是同樣也是距離 它這範圍裡面同樣有一些民宅 好 下一層 那再來再下一層 那再來就是 這邊這幾隻的話就是更 更誇張 就是說它非常密集 就是說它的這個圈圈裡面 已經有包含到 就是其他隻的風機了 那這個四十二號 四十三號 二十三號 那就是說一旦產生意外的話 那它不只是說自己 自己影響到自己這麼簡單而已 它還會影響到旁邊的風機 那再來就有可能會發生 非常嚴重的連環的意外 那同時這些風機的這個範圍裡面 也有非常多的民宅 那也包括說 有願禮的漁民中心啊 還有一間那個 願禮當地這個 這邊的信仰中心 大概可以有什麼這樣子 好 再下 好 再下 這裡 那這個就是另外 這三隻是 二十四號 二十五號 二十六號 就是最近 這個月以來 那就是英華威他們 已經在強行施作的 這幾隻風機 那二十五號 二十六號 他們已經施工完成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像二十六號這個部分 那它的這個安全的範圍裡面 它裡面有一隻 這個二十三 那這個二十三是 已經正在運轉了 在大甲 大甲封場的一次風機 那所以說 它這個也是 不符合它自己提出來的承諾 那也是 非常危險 那像二十五號 它這範圍裡面 也有包含民宅 就是說 其實這整個願禮 的這個 沿海 的這些風機的設置 它幾乎都不符合 它自己承諾的這個 安全 安全的規範這樣子 那 不但風機 很多是 大部分都是 這個距離裡面 很有民宅 那設置有很多的風機 它是 這個距離裡面甚至還包含了 其他的風車 這樣子 那所以說 這都是 非常危險的 那像這個二十六號 那它 距離這個大甲的風車過近 那關於這部分的話 就是環保署 現在也講說 他們認為這個是 不符合他們的環說書裡面的 這個規範的部分 所以他們會對這個進行採訪 就是說 就是雖然 就是那 那就是英華為 它自己的說法是說 這個 他們講的這個距離 他們是說 這個不是安全距離 他們說 這個叫做 風機之間運轉的效率 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說 用 他們講說 他們沒有說這個風機 有什麼安全距離 的這個事情 它只有運作效率 所以他說 這個 會不會爆炸 那個關班組很重要 那重要的是說 他覺得 他們寫的距離 只是說 那樣是會比較有效率 可以發更多的點 這樣子 但是現在環保署 環保署是說 就是說 環保署的認定 是說 那他們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承諾 那無論今天他們講的 最理由是什麼 那既然 已經不符合這個承諾 那就是 等於違背自己 環保署的這個內容 那就是要開罰 那 再講 好 那再來就是 講到說 這個安全距離的這個部分 那 就是 現在啊 像英華威或是能源局 他們常跟 常對外 對媒體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說 全世界各國 任何國家 有在規範這件事情 他們 他們就是會這樣講 但是 我們就是有 去收集了一些資料 那就是說 這個是 呃 美國 這主要是美國 美國加拿大 各個州 各個城 那還有一些公司 就是風機 風機生產公司 他們自己提出來的 這個 一個 與民宅之間 或與其他機構之間的 這個距離 應該有的這個 法規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非常的多 那 最少 大概都有個 四五百公尺 這樣子 那就是說 那 這就是說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 規範是絕對存在的 那其實有的地方 甚至是 比如說在這個 魁北克省 甚至規範到說 距離聚落要到兩千公尺 這麼遠 他們才覺得是安全的 那 呃 就是有 有非常多這樣的規範 那再來 下一個 那再來還有 還有一些地方 它的規範 是用就是 風機的高度 或是葉片的長度 這樣比較相對的距離 來定的 那像 乾麥的話 它就是有這個法令說 就是 風機至少要距離聚落 有四倍的風機高度 那 風機 就是說 都有一個最低 最低最低的這個 安全距離的設置 那在意大利或 北愛爾蘭 也有提到這些 這個安全距離 好 好 那剛剛講的這部分 主要是 講說 一個比較明確的是說 如果說 要確保這個風機 它在發生故障 那產生意外的時候 不會 傷害到 任何人民的性命 或台場 那 最基本的一個規範 應該要有這樣的距離 那再來就講到說 在風車 呃 就是講到說 這個風車它運轉當中 會造成的一個造物的問題 那 這個跟 這個安全距離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這個安全距離就是一個 非常明確的規範 就是說 你今天 就是今天 要有一個特定的距離 以外 那你 不會受到這個風機 它爆炸直接造成的影響 可是 再來就是講到說 這個風車振透權的部分 那 這個就是一個風機 它運轉過程當中的噪音 那 會對人體產生影響 就是說 這風車它 它是24小時不停的轉 那它非常的巨大 那 就是說它的葉片 像在台灣 大部分的這些風機 它的葉片 的這個 的這個 半徑是三數公式 就一支葉片三數公式 那它在 運轉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發出 很大 這個風切的聲音 那如果大家 到那個風車旁邊去聽的話 它 聽起來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飛機在飛的聲音